哈喽,大家好,我今天会讲有关于洗衣机干衣机 跟一些之前我没有讲有关于施政小孩子的一些小事情 Let us begin 有一些朋友会问我,那个洗衣机干衣机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比方说要前面开的,还是上面开的,大的,小的 还是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的洗衣机才可以去洗施政的小孩子 那可以告诉你的话是没有,他们都是一样的 只是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自己的话会喜欢大的洗衣机跟干衣机 原因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是有在讲,小孩子有施政的话,他要比较干净的环境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长时间洗,他洗澡的毛巾,他睡觉的被子,那些全部都常常要洗 所以我们基本上差不多是每天还是隔天我们要开洗衣机 有时候就是小孩子一大堆东西都要洗 所以说大的话,洗的时候就比较好 比方说你那个大概的被子啊,床单那些全部你都要洗的话 可能你洗衣机少的话你就要分两次 那大的话就可能一次就搞定,就比较好一点 如果要问我真的洗衣服的话,有两件事情要注意 就是说第一个,我一直已经有在讲,比方说他们的lotion啊,跟小孩子的洗澡用的东西 都是要free and clean,就是说没有味道的,没有香味的 那很多牌都有人买,比方说不管你是在中国,台湾,还是在很多地方 你应该有很多牌子他们都有 如果没有的话,你们那边的好市多的话,Costco他们自己牌子已经有 然后如果不是的话,好像在美国还有很多好像Walmart Walmart,中国里面也有 Walmart他们自己牌子也要做 然后我们在美国的话Tarket他们牌子也要做 这是说你那个洗衣的洗衣机跟那个干衣籽 那些都全部都要是没有味道的 那另外第二样事情就是说我们是试过 所以我会,如果你问我洗衣服的话 我会建议你小孩子的衣服跟你大人的衣服是分开起的 那要多久?最少要到三岁 就是说从他出生到三岁,他的衣服跟我们大人的衣服是分开起的 那小孩子的衣服就归小孩子,所以洗他的衣服啊,毛巾啊,被子啊那些的时候不会有我们大人的东西洗在里面 原因是我们发现一起洗的话,小孩子的湿症是比较不稳定 有时候会发的很厉害,有时候还可以 但是说如果分开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儿子是到三岁,然后我,之后我们试,他没事 他现在还跟我们一起洗 之后我女儿的话,他从出生到两岁都没有跟我们一起洗 但是早一下子,几个月之前,他刚刚两岁以后,我们在想 他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洗,他就不用分开 我们去试,但试了一两个月,他不行,那个湿症还是会回来 因为有时候客人跟我们洗完衣服,那件衣服他会擦嘴啊 那些别的地方,嘴那些都会,湿症都会发出 然后我们现在就也是换回去,他自己分开洗 然后希望到三岁的时候,才再试试看,他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洗 那我们在想,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大人穿的衣服可能比较脏 那小孩子他穿的衣服,他基本上去的地方是固定的 那最多是学校,然后家里,然后最多是公园 你不会脏到去哪里 但是我们父母那些都不同 我们会上班,我们开车,坐车 然后有时候去买东西,那些地方可能我们衣服比较脏 跟他们一起洗的话,洗完以后他们的衣服不是100%干净 那可能就会弄到他们湿症比较严重 用的东西一样都是没有味道的,洗衣精啊那些 但是就是说跟我们的衣服藏在一起洗的话,就是有不同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分开,小孩子的衣服三岁之前分开洗 如果三岁不行就看44岁 就是我们小孩子基本上大的那个到三岁就可以 少的这个两岁现在还是不行 然后我们就要等等,看到三岁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 我之前也有讲过,说那个有市政的小孩子 他们有机会是会对很多,有对东西过敏 然后比方说吃的东西还是好像对发还是别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样就是他会对那个 这个痰症嘛,就是气喘 有小孩子会有那个问题 但是那个我没有做video那些 就是因为我们只是知道到冬天的时候 在他颈这边,发毛巾那些去帮他保暖 比较软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容易会咳嗽 可能还是不可以夫妻 如果不是的话,他冬天比较冷 我们忘记还是他比较冷到的话 他就夫妻比较困难 要用那些机器还是用药 这三样东西很多时候都少 还有市政的小孩子通常都有机会会种 好像我大儿子的三样东西都种 我女儿就是两样而已 就是吃的东西有一些东西过敏跟那个市政 比较好,运气好一点点 但是也是很麻烦 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小孩子在你家里面都是地板 不是地板的话,是有毛的那种 但是卡片尽量不要给他们在那边玩 除非你,就算你告诉我你每一个月都会洗 还是一样,但是你洗之前几天肯定还是脏的 所以我是很建议小孩子在地板上面 就算是木的地板上面也是脏的 所以尽量不要给他们在上面玩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小孩子平常放假 那些他会在家的时候通常都会做在说法的话 那说法尽量这不是有毛的 就是尽量是比方是假皮也好,皮也好 就是好像我背后这一张我大儿子 我从前都不会给他在上面玩 不仅这个不是啊,他做在上面久的话 还是施政会 除非你找到一个是全棉的 但是全棉的话,你还是要尝尝去洗 还是很麻烦 所以那个也会讲到 如果你要洗这种的话 这个盖子,那个沙发的那个盖 你没有大的洗衣机的话 基本上是很难去洗这个东西 所以因为这个是我基本上来拍影片用的 所以很少给他们进来坐在这边 通常在那个客厅的话 这是坐在有那个脚皮的那个沙发上面 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会建议父母是小心一点的 有一些小事情上面 多看看如果他做了什么一些特别的行为啊 那些 之后施政会比较重的话 你就要小心不要给他做 好像我儿子很喜欢在那个楼梯上面 躺在那边,坐在那边玩 楼梯那边基本上就是常常会走来走去去脏的 所以他在上面玩的话 施政就是会发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叫他不要 我之前也讲过 小孩子有施政已经很长 如果在家过敏啊,还是别的 还是施政很严重的话 他就很痒,很不舒服,很痛苦 那如果我们可以多 父母可以多小心一点 令他那个施政比较少的话 对他也很好 然后他从小都已经习惯 有一些东西不可以做,不可以碰 那他到大的时候他也知道 因为他做那些事情,他会痒,会不舒服 他就习惯了,就没问题 不要到他里,我们没有去帮他 然后到他大的时候才要去改 那可能会比较难,困难跟麻烦 然后我讲施政这个影片 今天是,这一集是最后一集 那我不是说以后不拍 只是说我小孩子一直在大 但如果我往后知道有什么新的小tips的话 我会再拍影片 但是就这样的时候 现在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再留言 我会,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会回答你 我每一个留言我都会看 有问题问我,没问题 你不喜欢也可以告诉我 那还是有什么你有别的方法 也希望你也可以告诉我 那我下个礼拜开始会讲一个新的题目 就是说我现在很多人都留在家里 有很多人都想找一些part time 还是说他们有一些,基本上他没有现在这些事情 他原本已经一直都是,母亲都是一直在家 想找一些part time 还是上网卖一些东西,帮家里 因为他不可能出去上班 因为家里可能要照顾小孩子 就想想找别的方法 所以我因为已经在上网 网络那边买东西 卖了16年以上 所以我会知道很多那方面的事情 那我讲的基本上都是称职的 跟父母有关的 那不上外面 他这是讲给全部人听的 我是注重跟父母讲的方面 所以我会先讲比较出名的几家 就是Amazon啊,eBay啊,Walmart,Sears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下个礼拜三我希望看到你 我影片是每个礼拜三礼拜天 都会有新的影片 然后你喜欢的话给我一个赞 跟订阅我频道按小铃铛 然后你按了小铃铛的话 我有新影片你就不会错过 然后我希望下个礼拜三看到你们 See you soon